大家好 我是女子車6的海莉 今天來到了GOGORO3的新車發表會 前幾天有一些外流照流出來 大家看到GOGORO3的車頭說 這個有點不協調 看得有點不習慣 甚至還有人說長得很像史萊姆 我今天就扛住這一顆來看看究竟像不像 GOGORO3它推出兩個車系可以做選擇 分別是GOGORO3跟GOGORO3PLUS 總共有七個顏色 我覺得這顏色是超可愛的 我覺得女生一定會喜歡 我最喜歡這個檸檬雪繞 這種綠綠黃黃的顏色 我覺得在錄像夏天看到應該很消禽 如果真的是我 我一定會選這個顏色 然後這一次大家有沒有發現 GOGORO3比起之前一系列二系列 它的顏色沒有那麼飽和 就原廠他們強調說他們這次就不考七 就從環保的方面來考量出發 想為這些環境盡一份行李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不考七也有很多好處 就像是如果你刮到 你不會因為刮到上層的考七 如果是下面這種白色黑色的顏色 你再怎麼刮都是同一個顏色 反正我覺得還不錯耶 那停在路上那種停車格 真的我的側板這邊全部都被刮爛 如果真的有這種功能的話 就會非常實用 再來呢 它有說到說 它的這個側板的那個材質也變囉 是那個PP5號是實用級的塑膠 GOGORO3啊不管從它的定價 產品定位來看 都可以看出來他們的野心 是在電動車跟電動自行車這個領域 然後它因為它的定價 桃園市補助下來 甚至只要三萬出頭 真的電動自行車那一塊的人 真的會被打到 它這一次呢增價其實蠻多優點 我覺得呢 我最實用的就是這個 杯架 因為之前我GOGORO2 Plus 我是透過歪甲 然後上面弄一些飲料杯袋啊 甚至加裝飲料杯架 才能真的放我的手搖杯 那這一次呢 它就直接放了一個飲料杯架給你 我覺得非常實用 再來還有它的車廂 它是這一次 不管一系列二系列三系列 它是全車系最大的車廂 有26.5公升 再來呢 我還有一點我覺得超級巧 真的因應時代的橋流 連GOGORO都NIFC感應解鎖欸 你知道哪一張卡B 你就可以直接把車騎走 它甚至還有跟銀行合作 推出信用卡方式 你那張卡不只可以拿來刷卡 可以拿來解鎖 我真的覺得超方便 再來呢 就是身為GOGORO2系列車主 看這台GOGORO3 覺得有一點可惜的地方 因為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價格真的降低了 所以它也有一些東西被犧牲掉了 像是它的倒車件 我本人在使用的時候 我蠻強使用倒車件的這個功能 然後我自己發現說 GOGORO3是沒有倒車件的 再來呢 還有方向燈輔助的這個功能 像今天我2系列 我剛剛打完方向燈轉過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挑掉你的方向燈 那這次3呢 就沒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再來呢 其實3系列 它在價格的降低的之間 它其實有做出一點的犧牲 就像它的馬力 永利 也都雙雙了 降低了一點 但是如果是在市區代步通勤啊 覺得應該還是很夠的 但是很多人說啊 這台GOGORO3它的市場定位很模糊 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缺點 他們認為其實它的優點 是大於它的這些缺點的 那它可以讓一些 可能原本考慮說 要買電動自行車的人啊 想說 欸啊如果都花3、4萬塊 買電動自行車 我何不如再加1、2萬塊 擁有這台GOGORO呢 而且呢 如果讓有些需求這麼多的人 它可以有更多的車系 可以做選擇 我也覺得也是不錯的 今天呢 GOGORO3系列 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跟我們討論 趕快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女子車輛海莉 大家掰掰 按讚並分享喔 掰掰